3 2 1 爱在满屋 祝入爱心 位于司法园区中路4号社会住宅3楼的重法图影中心 在日前正式开幕 预计招收45名两个月到两岁的营幼儿 从即日起到25号开放报名 27号抽签 这是桃园市第47个 也是桃园区第9座公托 副市长王明俊表示 希望透过越来越完善的富有政策 让桃园青年安心生养 今天我们在这边呢 是来庆祝我们桃园区的第9家 也是桃园市的第47家 这个公共的托育设施的开幕 就是我们的重法托育中心 在这边呢 我们将要这个收45位的小朋友 0到2岁的小朋友 那这是我们桃园区的第9家托育中心 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富有政策 今年呢 我们1月1号成立的富有局 就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第一任 这个杜慈隆杜局长 我们在3月8号也推出了这个好运专车 一生好运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服务 让我们的所有的准妈妈们都能够安心的 这个怀孕 准备迎接她的这个小宝宝们 重法托育中心由唐市政基金会承办盈域 除了幼儿托育之外也将发挥基金会早疗专业专场 协助检视孩子的发展情形 未来有机会也将持续跟桃园市政府合作 开办更多的服务据点 台湾基金会因为早疗去加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早疗团队也可以进驻 然后帮助这些小朋友 如果说在这边有任何需要 比如说早疗或者需要基金会来帮忙 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护 那也希望说在三楼 那等一下各位会去那边参观 那如果有哪里觉得需要做改善 那也请大家多多来一个指教 那未来我相信基金会的团队 会在桃园会越来越多的据点来服务桃园 副市长表示张山正市长对于富有政策非常重视 他也希望家长们能对社工多一点信任与支持 社工是两心事业 他们有爱心跟热忱才会投入这样的工作 请勿因为少数事件而误解 请给照顾者更多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托婴中心 还有这个未来的这个幼儿园 都能够陆陆续续的这个筹备的都能够顺利的开幕 我们未来呢也会继续布建我们的托婴中心和幼儿园 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年轻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呢 都能够在桃园 因为可以感生感养都能够养得好 那也希望呢 这个我们的所有的父母们 爸爸妈妈们都相信 我们在所有在托婴中心 在外幼儿园里面的工作同仁 都是充满着爱心 愿意把他们的爱心奉献给大家 好好照顾大家的小朋友 也希望我们的托婴中心跟幼儿园 能够越做越好 越做越多 富有局表示 由于桃园各幼儿园的两岁专班名额有限 许多托婴中心都有幼儿年满两岁 但无法顺利衔接幼儿园的状况 桃园公托目前两岁以上 未满三岁的幼童约占总人数三成 除了持续协助家长寻觅幼儿园 未来也会与教育局持续合作 做好转嫌工作 记者来我一头一报道